全部馬不準備,拖擋第九場再次一班千六米沙田一里錦標 立即展開,各族準備 準備 隨時起步 好,你又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中間牛禎大師 在外面還有加樂菲都走 賣變位置還有一隻二寶 在中間馮來仙子 外面一言為定內蘭白鼻窟戶外明區 中間紅帽仔就是這隻威爾頓 再在外面還有聖哥兒 外面是安賞 尾三位置就是珍巷蓋後面兩隻 歡樂時光 以及是續領風騷 好,開始跑對面直路的中尾段 牛禎大師很大見頭 已經放了出來跑,看不看上去 第二位的馬外面有加樂菲 在後面的第三位見到二寶 後面第四位還有馮來仙子 外面位置安賞也走上去 內蘭位置還有戶外明區 看來前面捉慢了後面的馬湧上去 有一言為定 尾五位置威爾頓 再後面的馬匹有聖哥兒在尾四 後面三匹馬 歡樂時光 還有珍巷蓋 包括最後還是那隻續領風騷 好,轉彎的時候 安賞走上來放頭 撕來了一個新位 先帶順馬群 牛禎大師就是第二位 外面加樂菲 後面的馬二寶 在中間位置還有馮來仙子 外面威爾頓擺正堂太 來的了 再在外面還有聖哥兒 鬥到最後二百多米 前面透出的馬上來安賞 外面上來威爾頓 再在威爾頓外面還有聖哥兒 中間位置續領風騷 和一言為定 最後八多米 就是威爾頓和聖哥兒在鬥 後面的馬還有續領風騷 最後五十米 威爾頓騎來反應好一點 接近終點 威爾頓贏了第二名聖哥兒 第三名續領風騷 第四名是歡樂時光 結果這場賽事 都拼了出去中外檔 威爾頓也承著輕綁之利 四號馬一路逼上來 就是聖哥兒 威爾頓捧走沙田一里錦標 好 看到這隻威爾頓 一路也有一點點捧著聖哥兒去 最後也彈了半個馬位 十號四號 一號跑第三馬 逐領風騷 第四就是歡樂時光 十四一把 最後3.2倍 最後3.2倍 對 都跑到盡 撞到只有這麼高 還有你要洋人綁 人家1-1-5 散了 那些回來的馬 在前面走的馬 散了 流精包美 視準真情打王牌去跑 特別厲害 同主就沒有機會 包辦Kill 位置Kill 1和3 但是馬很大膽 他本身不是很大隻 你上一次看他 在馬嵐中間找幾次位 都是被他隨心隨意還越 他還可以再兜 對 這些是他的鬥心 加上他真的很大膽 剛才下的安賞真厲害 只剩下6.7倍 Win多少錢 下了 我看看 如果用最後 先按一下 最後那一層去計 300嗎 不止 沒有 260 270 270 270 最後兩三分鐘 結剛 和蔡兩隻 都是歡樂時光 跑得好一點 沒錯 那蔡前也預算了 對 我們都是選8 沒有選6 雖然諾菲 很誇張 這隻6號 聖哥兒 都沒辦法 這隻真的太厲害了 10號 蔡前也很喜歡 大家看到蕭先生 和何宅堯 都有鏡頭拍出來 他們聊得很開心 這隻嬌也挺好分 起碼有12倍 這裡 裡面來的 看到 4-10 4-10 在室內班 不是 瓦遮頭的地方班 過榜室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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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豐收… 你拍攝一個杯王 特別多杯子拿 阿川兩個班要20回合 我看是一個紀錄 和大摩都9個回合 真的拿了很多杯 對 第一季計算新仔 這麼短時間 20回合 絕不簡單 你的頭真的能開票 對,是軍事 那裡是一級賽 一級賽 還要來之前又有一場 對 對 我覺得很好把握 今年的勢 回到澳洲 要多點支持 大小腳 一定是幫助黃夫人 謝謝 我想安想也會有些錯誤報告 看看他在做甚麼 始終你落這麼多票 九檔 那隻就是安想 跑法應該都不用問了 他無緣無故衝上去 你也要問一下為甚麼 我也懂得解釋 今天的場地 又喜歡貼籃有內閃 這樣就盡走 看到前面走的加樂菲 跟著牛禎大師 二寶都在看 你快點過來吧 結果牛禎大師也能夠進去 在他後面馮來仙子 那些擊倒 很厲害 然後開面的安上 沒有了 網空了 不要了 我直路就預計了要閃 不如這位置騎上去 賣一條欄才算 二寶今天那麼前 那一刻大家都會立刻想 就是阿摩 另一隻後上的 不是前面的馬 其實全部都撞斷了 全部都互相燒乾了 其實你看到聖哥宇一直 都是鋪鎖著威爾頓 但我不明白 為何一直都不守住他的位置 而被人推出去 對 其實那位置是可以頂得住的 如果你不出 他真的撞你出去嗎 這很難說 那邊那個鋪位那邊就 撞就有計談的了 結果最後那幾隻 除了真慷慨追不到上來而已 這裏那個位置 不知道競賽小組會怎樣看 對 即是說姓戈儀那邊 對 不夠硬正 很明顯 一直有些外閃的 這隻威爾頓 對 貝堂不是很懂運用他的左手邊 剛好他吃正的左手的 其他馬 真是朵鎖回來的 前面放的那三隻 分段時間頭 段14秒53 第二段13秒78 第三段14秒34 沒段13秒6半 總時間1分36秒3 慢於標準時間1秒一線